如果我们注意观察就会发现一个让人感到非常恐怖的事情 美军第一个发现了伊朗革命卫队道尔防空导弹击落了乌航波音客机 这说明美国卫星可以随时定位 哪怕是小型野战防空导弹的发射精确位置和弹道 但是这还不是最恐怖的 最恐怖的是美军第一时间表示伊朗导弹是失误是物机 而且还能具体说出导弹的型号 这才是让人细思极恐的事情 我们先从第一点来说 美军的天机红外侦察卫星第一个发现了伊朗防空导弹发射阵地和发射轨迹 红外导弹预警卫星是利用卫星上的红外探测器探测导弹在飞出大气层后 发动机尾焰的红外辐射来进行发现和定位 因为无论是小型的野战防空导弹还是大型的战略导弹 在发射的时候发动机都会喷出火焰喷流 美军这种卫星就是通过追踪导弹火焰喷流来定位和发现导弹的 而且美国导弹预警卫星可以通过扫描平面阵红外探测器和宁视平面阵红外探测器的结合使用 在非常广阔的区域实现平面阵列现场 对整个地区内的从萨姆防空导弹一直到洲际导弹发射 发射阵地位置发射轨迹都进行第一时间发现和定位 但是我们说过最恐怖的是美军第一时间表示伊朗导弹是失误是物机 而且还能具体说出导弹的型号 在导弹预警雷达上发现的图像是无法精确判断导弹型号的 只能大概计算导弹类型 更加无法知道导弹是物机 是伊朗防空部队失误了 伊朗雷达部队将客机判断成为巡航导弹 美军则第一时间知道了伊朗防空导弹部队操作流程 这种差距让人感到恐怖 美军要想知道伊朗防空导弹是失误只有一个可能 就是美军监听到了伊朗防空中心防空导弹部队的通话 美军的无线电和网络监控系统 对伊朗无线通信甚至是军用通信信号 进行了24小时全面监听 而且美国有一种监听卫星 就是通信情报卫星 从太空上监控卫星通信系统 这样伊朗防空部队的通话 在伊朗部署在机场附近的道尔防空导弹小组 向上级防空中心进行汇报的时候 被美军监听到了 美军已经在第一时间掌握情况 由此判断出伊朗防空导弹是误机 甚至伊朗的网络和移动设备 还有光纤系统都有被后门监控的可能性 由此可以知道 如果这一次美国和伊朗爆发大型冲突 伊朗将会输得很惨 伊朗防空导弹操作人员 一直到防空指挥中心的通讯系统 都被美军随时监听 谁又能保证伊朗弹道导弹 和其他部队的通讯系统 就是完全安全的呢 而且本身大家都认为 美国反导弹卫星只能探测到洲际导弹 最多只能探测到中程弹道导弹 结果这一次才发现 美军反导弹卫星竟然可以探测到 道尔野战防空导弹发射车 这样细微的目标 一旦大规模冲突 伊朗导弹部队只要敢于发射 估计撑不过72小时 就会造成严重打击